習近平北戴河後首次露面 親北京媒體質疑連任消息 會見晴綱第二天 美副國務卿再踩北京紅線 河南商丘告急 居民說 餘城縣封城 店鋪一律關門 觀眾朋友好 這裡是希望之聲 紅潮禁聞 我是薛然 下面 帶您來看今天節目的主要內容 習近平於8月11日在官媒露面 被認為是北戴河休假結束的標誌 今年因為距離中共二十大僅剩一年 觀察人士認為 中共元老可能在北戴河討論重大人事議題 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習近平是否連任 以及如何連任 新華社與央視11日都通報習近平10日 給國際青年領袖對話項目 外籍青年代表回信一事 將隱身超過10天的中共高層 帶回公眾視線 同一天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 《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觀察人士指出 這可能是習近平將要連任的信號 這是中共在2015年出臺的 《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的延續 正好覆蓋下一個五年 可以理解新綱要是中共二十大後將推行的政策 也從側面說明了習近平應該會再連任五年 這段分析被各個關注中國時政的大小媒體轉發 但是總部就設在北京的海外中文媒體《多維新聞》 14日就剛要是否說明習近平將再連任一事 發文說 僅憑這一文件就佐證中共領導人的連任 可信度仍偏弱 中共現任領導人是否再次連任 現實無法下定論 只能等到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才能揭曉謎底 這種在廣泛看好習近平連任的大環境下 突然發聲暗示習近平可能沒完全戰勝黨內反習勢力 令人難免會猜測 其中另有複雜內幕 就在14日 時評人李燕明盤點說 就在7月初到8月初期間 上海官場10多人被查處 其中包括奉賢公安分局原副局長唐毅人 紅口分局嘉興路派出所執法辦案隊副隊長馬毅群 以及上海電器多個高官 李燕明認為這是習近平在北戴河休假前及過程中 清洗江澤民的地盤 打擊政敵的動作 從另一角度看 習近平對上海的一連串清洗也顯示 反習勢力的挑戰貫穿北戴河休假 在與新到任的中共駐美大使秦剛會面的第二天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與立陶宛外長蘭斯.普吉斯 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表示 謝爾曼在電話中重申 在立陶宛與臺灣發展關係的過程中 美國堅決與立陶宛站在一起 反對中方的脅迫 前一天8月12日 謝爾曼與剛剛結束隔離的秦剛會面 中共官媒新華社發通稿說 秦剛向謝爾曼強調 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問題 新華社還表示 與會雙方一致認為 中美雙邊關係非常重要 要管控好分歧和矛盾 改善兩國關係 結果 新華社和秦剛可能都沒有想到 美國國務院轉頭又一次踩了北京的紅線 此前 觀察人士已經注意到 從美國軍機兩個月內三度降落臺灣開始 每一次中共只要敢於在臺灣問題上劃出紅線 華盛頓就會火速踩上去 這已經是屢試不爽 而且 美國國務院官網12日發布有關 謝爾曼與秦剛會面的聲明 內容極其簡短 而且隻字不提所謂最重要的臺灣問題 僅表示 謝爾曼回顧了雙方在上個月天津會談中 涉及的議題 並表達了美國繼續討論的承諾 顯示對華盛頓來說 這僅僅是一次禮節性會見 南海與臺灣都涉及美國在東亞的安全框架 海洋秩序以及更廣泛的美中全球競爭 因此 對美國來說至關重要 自從習近平放話 時與事在我們一邊後 中共頻繁騷擾臺灣 進行極限施壓 令臺海局勢惡化 多個策略師及美軍將領都曾示警 臺灣正成為美中有可能發生直接衝突的關鍵點 本月初 因為立陶宛允許以臺灣名義設立代表處 北京召回中共駐立陶宛大使 並要求立陶宛駐中大使返國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隨即譴責北京當局的報復性行為 立陶宛除了是歐盟成員國之外 還是北美與歐洲為了實現戰略同盟 而組建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 河南商丘疫情告急 8月14日 兩地升為高風險區 三家醫院緊急騰空待命 作為接收病人轉運的醫院 下轄渝成縣已經封城 河南官方14日通報表示 截至13日24時 商丘市渝成縣報告新增確診病例4例 14日起將渝成縣人民醫院東院區 渝成縣、古熟鎮、河莊村疫情風險等級 調整為高風險地區 渝成縣一位居民告訴希望之聲記者 對 我們縣城都封了 今天早上 他還透露 當地多日前 就已經讓居民儲備食物 早幾天都通知了讓備啊 之前河南鄭州不有嗎 即便這樣 14日疫情升級後 當地超市還是被搶購一空 另一位居民告訴記者 那有的能搶著 去晚了就沒有了 今天中午去超市的時候 超市裡面已經沒有什麼東西了 今天中午開始就是 全城的超市所有的店鋪一力關門 他很憂心地表示 當地疫情很嚴重 現在能保命都不錯了 渝成汽車站的工作人員則告訴記者 全市交通早已經開始限制 已經清了將近2個小時了 一個多小時你了 沒有任何車輛拋了現在 包括出租車、公交車 任何車輛都不去拋 對 全市任何車輛都沒有 古城高速也瘋了 渝成縣古熟鎮劉大莊村一位村民 告訴大陸媒體極目新聞 從7月底開始 村子就進行管控了 他們在家裡呆著無法外出 商丘官方通報說 渝成縣涉嫌隱瞞疫情 但沒有做具體說明 14日整個商丘市也升級防控措施 全市所有個體診所一律關閉 當天15時起 封閉各高速收費站 除保障民生物資和疫情防控物資運輸車輛外 禁止一切車輛通行 除商丘外 河南領保市、許昌市、駐馬店等地 近日也爆發疫情 截至14日15時 中國共有高風險區 中風險區120個 為期五天的2021年中俄寧夏聯合軍演 於昨天落幕 這次軍演被外媒稱作前所未有 不僅打破了多個先例 也因為正值敏感時期而引發各方各種解讀 從軍事角度看 這次代號為西部聯合2021的聯合軍演 中俄不僅出動了約1.3萬名陸軍和空軍 動用了超過400件武器裝備 規模空前 也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中方首次在境內舉行的大規模中外聯合軍演 而俄羅斯軍隊也是首次應邀進入中國內陸參加演習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 更是自上任以來首次率領俄軍代表團 在軍演落幕前一晚訪問中國 並參加了閉幕儀式 不但觀摩了軍演還與中共國防部長會談 俄羅斯媒體說 這是俄羅斯參加的最大涉外聯合軍演 中方很多評論認為 中俄加強合作是美國的壓力促使的必然態勢 在準備進行韓美聯合軍演的韓國 一些媒體也認為 中俄軍演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做給美國看 俄羅斯軍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齊辛說 從軍事意義上講俄中聯合軍演的政治色彩 通常都要超過軍事意義 美國電商龍頭亞馬遜 自今年5月以來針對侵權 仿造 惡吵評論 濫用搜索等弊端對賣家進行整頓 超過5萬的中國商家被亞馬遜封號 預估損失超過千億元人民幣 最新消息指出 這些中國商家已經規劃好後路 轉頭到阿里巴巴、eBay、Shopify等平台上經營 綜合各大媒體報導 亞馬遜的封號潮對全球賣家一視同仁 但中國商家受傷最慘重 自4月底以來深圳大賣家帕托遜、澳基、通拓、 澤保、原人科技、萬拓科創等旗下的主力品牌紛紛被封 其中A股上市企業添責信息旗下的 深圳超級大賣家有科樹7月15日披露 他們被指控涉嫌違反亞馬遜平台的濫用評分、 反饋和評論、涉嫌侵權等規則多達12項 遭封號後被凍結資金達到1.3億人民幣 有些被封號企業因為擔心血本無歸 直接宣布破產 還有品牌賣家開始裁員 跨境人才需求上下游供應鏈都受到嚴重影響 跨境電商聚集地深圳已經感受到亞馬遜封號潮的衝擊 市政府8月13日緊急召開座談會研討對策 深圳跨境電子商務協會執行會長王欣說 亞馬遜決心規範賣家行為 預計規則只會變得更嚴苛 所以中國商家必須尋找替代選項 拜登命令美國情報機構對大流行起源的90天審查期限即將結束 美國之音報導 有來自政府的官員告訴媒體 可能會進行第二次審查 消息指出 情報官員對大流行起源沒有最終的結論 對實驗室洩漏或從動物傳到人類的兩種觀點 都沒有發現具有高度可信的評估 但有足夠的證據證明 中共對疫情的初步處理 以及此後幾個月內壓制相關信息的行動 大大限制了調查大流行真正起源的所有努力 可能會進行第二次審查 報告公布前 圍繞著是否進行第二階段調查 是否是實驗室洩漏等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 美國和西方國家 已經與北京展開了激烈爭 8月13日 世衛組織表示 他們正在成立一個新型病原體起源 國際科學諮詢小組 來追蹤大流行的起源 新的小組將試圖結束阻礙有關調查的做法 華盛頓對此表示歡迎 同一天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 在溯源審查外國使節吹風會上表示 有70多個國家支持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 發表的第一階段溯源聯合研究報告 反對在溯源問題上搞政治化 自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王毅與塔利班代表團會面後 塔利班反叛武裝勢力迅速擴張 佔領阿富汗將近三分之二的區域 目前正逼近首都喀布爾 聯合國難民署表示 從5月底以來 已經有近25萬阿富汗人被迫逃離家園 週五 加拿大移民部長蒙迪奇諾表示 除了數千名曾為加拿大政府工作的阿富汗人之外 將再收留2萬名阿富汗難民 正當國際社會紛紛伸出援手關注阿富汗 譴責塔利班之際 中共當局卻與塔利班名誦秋波 據美國之音14日報導 從王毅接見塔利班時起 中共的宣傳機器就已經在悄悄地給民眾打預防針了 根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分析報導 有情報人員表示 如果塔利班順利攻向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與塔利班交好的北京政府將會立刻承認它合法的統治權利 先前有報導指出 中共除希望在外交上前置美國之外 還想接塔利班來穩定動盪的新疆 在塔利班重新掌權後 甚至有助於中共在阿富汗境內推動一帶一路計劃 曾被中共司法部評為中國十家律師的高智晟 已經失聯4年 他流亡美國的妻子耿和13日發文表示 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高智晟 耿和說 丈夫並非革命家 只是從事律師工作 堅守人的良知 揭露了中共那些反人類的犯罪事實 被中共迫害長達16年之久 港版國安法壓力下 多年來籌辦香港大型遊行集會的民間人權陣線 簡稱民陣 預計將於明天解散 據港媒報導 民陣在昨晚召開的會議上已經決定解散 民陣臨時召集人鍾松輝表示 將在15日下午1點公布具體決定 民陣成立於2002年9月 由多個民間團體和民主黨派組成的平臺 自2003年開始一直主辦每年的七一大遊行等活動 其中2003年號召50萬人大遊行 成功迫使港府擱置《基本法》第23條立法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民陣主辦多場大遊行 包括612、616遊行 宣稱有破百萬人參加 引發國際關注與聲援 但在港區國安法壓力下 多個團體近期相繼推出民陣 民陣從最高峰超過60個團體 到目前只剩下8個團體 日本共同社報導 為應對臺灣情勢緊張化 及中共持續發展海上勢力 日本政府希望今年內 完成修改2019年度到2023年度的 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 增加防衛預算 日本2021年度防衛預算達歷史新高 30年間大約增長了1.2倍 昨天三退的人數為48,647 目前在大紀元全球退黨服務中心 聲明退出黨、團、隊的總人數為 3億8,195萬6,961人 下面為您揭選部分退黨聲明 精選一 安徽某高校老師 孟凡傑8月14日的退黨聲明中說 為了工作和家庭 苟且說是為了求生 無奈被加入中國共產黨 心如明鏡 此不多言 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 及其一切附屬機構和團體 精選二 陳健的退黨聲明寫道 當初加入邪黨的組織 是為了考試找工作 因為招人單位 看重個人政治面貌 從內心來說 從來就清楚他們是搶劫百姓的土匪 感謝您的收看 這期節目由韓梅 唐傑 何子涵編輯 李民製作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就請點讚 轉發和留言 也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祝您週末愉快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感謝您的收看 這期節目由韓梅 唐傑 何子涵編輯 李民製作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就請點讚 轉發和留言 也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祝您週末愉快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有請 您放在 李民製作 我 請 請